孟加拉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 当局一直对交通堵塞的问题非常头痛 而在2022年的年末 首条捷运线终于开通 许多民众一大早就来排队 纷纷在车厢内拍照留念 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 今日在孟加拉首都打卡 一大群人整齐地排着队 部分男女老少都带着兴奋的心情 准备搭乘国内的第一条捷运 耗拾六年终于完工 首都开通的为六号线高价捷运 耗资近33亿美元 由日本提供部分资金 预计每小时可载运约6万名乘客 每班捷运上还有专门为女性保留的车厢 六号线总长超过20公里 共有16个车站 目前完工的路段是从北部的乌塔拉 连接与政府办公室及医院的中部地区 未来将延伸到南部的金融区莫提西佛 孟加拉总理哈希纳表示 未来捷运系统将扩展至六条线 开设超过100个站点 孟加拉在全世界国家人口密度排名第七 光是首都打卡的居民就超过2000万人 道路时常被三轮车和嘟嘟车等交通工具 堵得水泄不通 捷运开通后将有助缓解塞车噩梦 在简单上学位 thereof 我们下集了三轮车的颗两头 并下集了一位 发展到超过200共晓队的项目